那么这个也是这一类药当中比较重要的义人 它是一个活本科植物 这个成熟的这个种人 那么这个 它的形状 那么就像那种糯米 当然大一点 所以这个药呢 它可以简称义人 可以简称乙人 有的把它叫义米 有的叫义米 和大米 因为它同样可以作为这个食品呢 这个食用的 它是一个药室两用的一个药物 这个药物的具体的功效应用 那我们下节课在